好,那各位请看前面 我现在从我们刚刚运出来的那个big5.tst里面去找a这个字在哪里 你会看到a这个字它的编码是多少 因为这里一开始是中文嘛 所以这个a应该是它的编码是后面这个a2cf才是它的编码 对不对,a2cf 那b是a2d0 好,那其实它编多少我不一定要知道它的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要把这个加上加上那个差距就好 同样的这里小写a其实我也不用记住它的码 我在程式里面只要我确定我们在这边打中文可以看得到 好,那而且它是用big5的编码方式那就没有问题 我就可以这样做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是这样 就是这个hello,你好,big5呢我要让它变成什么 我要让它变成全形的 所以各位稍微看一下我的这里的设定 有没有,这是半形,这是全形 这个各位有用过吗 有没有,这里整圈的 整块都有的就是全形 只有一半的就半形 好,ok 当我半形的时候我打hello,这是小写的半形 当我把它变成全形的时候我打hello 这样子又有中文,只好用英文模式 好,这样子就全形了 有没有看到有不一样 可是我现在要各位做的呢 这个就稍微困难一点点 就是我要做的是 诶...诶...诶... 诶...这要怎么弄呢 英文、中文、键盘 诶... 显示小键盘 好,这一个 金卡号在哪里 在这里 好,这时候就是全形的经代号了吧 OK,没错 其实全形经代号就是这个 所以应该也OK 我现在要各位输出的是 这样 B B B I G 点 对,点 用这种点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输入的如果是这个Hello,你好,BIG FILEE 那你的输出应该要变成这个样子 你的输出应该要变成全形的Hello,你好,BIG FILEE 这要怎么做 我也想想看,现在就可以做 那我稍微 各位一边做 我也一边做 所以我不停 这边我如果看到 它是 A 如果是英文字母 马尔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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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